佳馨哥早安 主播早 各位觀眾朋友 佳馨哥我們就要來問問 這個政府到底有做了什麼事情嗎 我們看到從最開始3月的時候 鳳梨被禁止輸入大陸 到現在9月了 到底有做什麼樣的事情嗎 那如果現在是要向這個世界貿易組織 WTO來提出這個貿易仲裁的話 真的有用嗎 佳馨哥 我首先回答這WTO的問題 的確是礦日費子 你想各國 對中國大會提出所謂WTO的 身分 糾紛仲裁機制 不只兩年 我甚至有看過三四年 四五年 都無法解決了 那到底這仲裁有沒有作用 完全沒作用 只要中國大陸不買單 因為他是輸入大國 他輸入國 所以他根本不甩贏 他不吃就不吃 不買就不賣 你誰來講都一樣 然後第二天我們最早就說 這麼多年來 民進黨政府一直在強調 過度依賴中國大陸這個單一市場 結果我們發現 從2016年蔡英文執政到今天 我們是越來越加重這個比例 把這些新鮮蔬果送往中國大陸 去做銷售 那就是所謂的依賴 單一市場 可是你在依賴單一市場的時候 你又變相在刺激中國大陸 等於老實講就所謂的 所謂的抗中保台政策 一再的灌出這種政策 一再與大陸對積對話 這種激化狀態之下 你認為中國大陸會對我們農民 甚至我們農政單位能友善嗎 當然是不可能友善 但回歸問子的本題就跟Online一樣 我上次也說過 就是病蟲害的問題 那病蟲害問題 我們很明顯發現從紐西蘭 我們的芒果跟荔枝 檢驗出病蟲害 陳其聰第一時間是表示 我們解決問題改善問題 然後再來恢復所謂的交流 甚至所謂恢復 所謂商業行為 但是面對中國大陸你就不一樣 第一時間就是我無法接受 我真的很無法理解就是說 人家是買方 買方市場 買方需求 我們怎麼去迎合人家 這是我們作為賣方 應該最主要的 一個工作 品質把關 那既然我們沒辦法做到品質把關 也很明顯看到上個禮拜 我們台東的龍改廠 也提出所謂在粉藉殼蟲 病蟲害的防治的需求 甚至已經大面積擴散 在我們釋迦樹上 所以他龍改廠第一時間 要求這些 農民兵務做一些防治的手段 但很可惜 我們第一時間沒防治 第二時間在包裝廠 也沒有做好把關 送往中國大陸 從去年20件到今年 已經30-40件來講 他受不了了 他就算拿出這一點毛病 來跟你台灣叫板 我老實講 問題還是出在於我們 那我們到底要不要像 像澳洲或者像紐西蘭一樣 我們有問題 我們來解決 解決後 我們再恢復說 我們恢復輸入 提出這個申請 很可惜我們都會 從鳳梨到現在 我們依然沒有尋求解決機制 往來從年提到現在 從年提到現在 靠著愛國兩個日 靠著補貼兩個日 要叫國人就算是黑心鳳梨 你要說那是唐心鳳梨 那未來的世家 甚至未來的這些所謂的煉霧 甚至未來柑橘類 出現任何病蟲害 我們是不是都要講 那是天然的蛋白質 我們是不是 一樣要靠這些網紅 絕青 甚至所謂的網軍來治國 就是說 這都是天然蛋白質 對人體無害 而且證明我們台灣都是有機老 充滿著病蟲害 我想要國際上 沒有人會承認這種說法 到底我們的農政單位 有沒有正視中國大陸這個市場 我要向主播跟各位觀眾朋友 很嚴肅報告 這不是高麗菜 這不是短期夜菜類 臉部長跟所有的世家宿 都要長年生 而且要長年栽培 他可能結果時可以銷售 才穩定生產 你以往失去一個中國大陸市場 你叫這些農民 怎樣有所遺歸 他未來銷售管道在哪 因為世家以及所謂的臉部 更不易保存 他比翁來更不易保存 所以我們只能傾向於周邊國家 甚至周邊市場 這是所謂的運輸保存問題 最基本的問題 失去大陸市場 那是不是又要叫國人 國軍甚至小朋友開始施市家 可能我們很顯的意見 昨天民進黨很多民意代表 包括所謂的 農政相關官員都在呼籲 我們又要來救世家 又要救聯物 那未來又要來救柑橘 那過去又要在救文旦 我們每年都在救農產品 每年都是會出現這種問題 就算大陸 不禁止台灣輸入 很多農產品都會出現自銷問題 那到底根本問題 我們要不要解決 農委會陳其中到今天 依然 還是用他的所謂抗中保財政策 在實行他所謂農委會主委 這職任上最重要的政策 其實對農民的需求 以及所謂消費者的需求 他是不在意的 他只在意四個抗中保財 面對中國大陸就嗆聲 就很批回去 但是你有沒有考慮到 這些農民的生計問題 這不只是農民 很可能是百公百業 如果一旦遇上這些問題 那你陳其中 跟所謂民進黨政府官員 你要不要徹底去解決問題 幾年前我看過遠縣雜 雜誌採訪過 四家農民一個產銷班 號稱八百萬 八百萬農民 為什麼叫八百萬 他一年可以淨賺八百萬 所以他接受專訪說 大家重視加銷售有成 中國大陸的確給我們龐大的商機 那我今天很想再找這些農民問一下 面對這種市場的失去 你們未來生計 未來家庭 未來生活要依靠哪裡 只是單單台灣內需市場嗎 很可惜 就像以連戶來講 很多連戶其實是針對外銷 中國大陸去栽種 台灣本身不喜好的品種 那這些連戶台灣原本就不喜歡 未來我們要銷售去哪 也絕對不是像潘風安在那裡吹 我們絕對不依靠哪個市場 很多屏東的連戶 他的品種 他還是依靠著中國大陸 那不會因為這些人是少數 你就放棄他的生存權 因為這些東西不是 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種的起來 都要三年五年才能穩定生產 你叫這些農民到底是要把這些鉤手 這些鉤石 這些水鉤拿總統府請總統請嗎 那就可以解決了嗎 如果靠著愛國兩個日 都能讓所有的農產品 以及所謂漁產品價格都會飆漲 那麻煩我們每天開始愛國 從政府官員到蔡總統 每天都吃著鳳梨 吃著釋迦 甚至吃著所謂的芒果 吃著荔枝 甚至我們的連戶 那這樣如果可以幫助農民 農委會乾脆就廢掉了 每天就愛國就好了 像是一個人一樣的 人家說的餘子 有密集中 我可以幫助農民 有密集中